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394集 轻挑的油灯发出一阵霹雳啪啦的清响 蹦出朵朵耀眼的火花 屋内的气氛安静异常 林婉容仿佛能听见自己蓬蓬的心跳声 徐长金美目青壁两颗痘大的泪珠缓缓涌出 脸上泛起一抹异常娇艳火热的红色 吹弹可破的娇嫩肌肤光泽无比 在灯光下仿佛水晶般晶莹玉滴 穷鼻桃塞美丽的眼睛轻轻闭合 红润的樱桃小嘴微微张开 颤抖着吐出阵阵火热而芬芳的气息 她全身上下只灼一套火红的血衣 身上的肌肤如滑枝般细腻 光洁郁润 仿佛牛奶洗锅一般 找不到一丝的瑕疵 这凹凸有致曲线窈窕的美妙躯体 便如一件完美无缺的艺术品 让人不忍触摸 大人 求您拯救我高丽子民吧 为了他们 长金什么都愿意付出 徐长金泪落满面 如梨花带雨身体瑟瑟发抖 乍看柔弱无衣 再看美艳脱俗 长金妹 你这是做什么 君子爱色取之有道 取之无道 鸡鸡烂调 林大人振振有词 双眼却忍不住地落在长金妹身上 如此美妙地弧现 真是扬言 奶奶的 这时候的高丽女人 应该还没有整过刑吧 这些还应该是原装的 真材实料 林大人不由自主想到 徐长金羞涩满面 美丽的下唇都要咬破了 大人 求您答应长金的请求 长金什么都愿意付出 只求能解决我高丽民众 听他一言 林大人勃然大怒 徐小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当你是交换的货物 还是当我是傻帽的凯子 我很正宗告诉你 你把一个人看简单了 徐长金 盈盈哭泣道 大人 您就当我是货物吧 除了这个办法 我再也想不出其他的主意了 高丽未在担心 人民还在流血 长金一介柔弱女子 除了这唯一的出路 还有什么办法 你很柔弱吗 你高丽人民真的孤苦无依吗 你口口声声说为了高丽子民 你以为自己很伟大呀 林大人冷笑道 你真当我林三是凯子呀 为你几句话就要去打一仗 听他如此说法 似乎也激起了徐长金的傲气 他脸上羞红之色更浓 却勇敢地挺起了胸膛 眼映在火红泻衣里的双乳 阵阵地颤抖 林大人 难道我说错了吗 长金不求自己伟大 不求万年流芳 只求我高丽同胞 能够幸福安康 永远开心快乐的生活 这也错了吗 他激动之下 粉嫩的肌肤 泛上阵阵美丽的红韵 看得林婉容眼 花缭乱 心中以你不止 只得暗念 般若般若蜜 将那股邪火压了下去 徐小姐 总算你还有些自知之明 知道是在祈求高丽人民 幸福安康 你句句不离高丽人民 你真的很伟大 可是你别忘了 你现在来请求的是大华人民 你为我大华考虑过没有 为了拯救你们高丽人民 我大华而郎 要跨国远征 要征战 沙场 多少人将失去生命 多少妻子将失去丈夫 多少孩子将失去父亲 我大华国库要亏空 多少你算过没有 你高丽人民 至少受苦难了 可那苦难难到凭空消失了 不是的 他转移到我大华民众身上了 我大华在带你高丽吃苦受罪 你明白吗 林宛容一口气说完 心中只觉得畅快无比 最讨厌你们这些口口声声叫嚷着救国救民的人物 喊起口号来一套一套的办起实事来 十个人还顶不上一个人呢 可是林大人 你有否想过 一旦东营吞并我高丽 才陆地立稳脚跟 以他们的狼子野心 下一个对付的就是大华 到时候大华子民 还是一样的受苦受难 便如我高丽人民一样 难道 你们真的可以逃脱吗 徐长津丝毫不惧他气势反唇相机 林宛容嘿嘿冷笑 嘿 徐小姐 你说的不错 吞并高丽不是东营的目的 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我大华 正如你所说 大华人民早晚要面对这一场灾难 可那时候我们要打的是一场有准备的战争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听信你三言两语便匆匆发兵 造成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 弱肉强食是这个世界的规则 你热爱你的祖国 那就不仅仅要热爱他的繁盛 更要能够忍受他的苦难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不要把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 想想我大华面临突厥屠刀 多灾多难 又何曾求过谁来 徐长津倔强的一言不发 林宛容轻轻一叹 唉 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如果是你个人受难 我可以为你两肋插刀 但是事关国家大局 就绝非一切两个字所能概括 徐小姐 你们的苦难不是我大华造成的 我们不欠你什么 说的不客气一点 你们高力反抗东营这场战争 是在为我大华争取时间 我们巴不得你们越惨烈越好 为我大华腾出时间 等我收拾了突厥 回头再收拾东营 对不起 我说的很直接 也许你听了会伤心 但是我若不说 你可能会更伤心 徐长津听得一阵阵的心冷 望他一眼脸如死灰 林大人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你们大华 不是口口声声 言成有林之邦 有难必邦吗 难道 真的如此势力 林宛容不屑一笑 有林之邦 徐小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大华强盛之时 四方来拜 高力百仪臣服 你们都很公顺 因为那时候臣服大华 有利益可战 那时候我们是有林之邦 可是我大华积弱之时呢 强倒众人推 人走茶就凉 暗地里下套的背后藏钉子的 不是你们是谁啊 自我大华与突厥激战以来 你们有几个是真心臣服 真心对待我大华的 不要说你不知道 此次朝贡 若非突厥与东营联手派人去威胁高力 你们会来大华吗 怕是对我天朝皇帝的赤量 连理会的心思都没有吧 那是因为我高力国小 无法面对强敌压力 所以 这呢 徐长军无奈苦叹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林婉容哼了一声道 哼 这不就对了 当我大华有难之时 你们面对强敌的威胁 保持了沉默 无形中牺牲了大华的利益 现在可好 你们利益受损之时 就提起有林之邦 要我大华牺牲自己利益 去帮你 我凭什么呀 真当我卡子呀 还亏你口口声声爱国爱民 以为自己很高尚啊 你爱的是高丽国民 不是我大华 到我面前来喊口号 没用 你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 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 徐小姐 好好想想吧 林婉容说得火起 抱起那碗药膳汤 咕咚咕咚喝了两大口 心里的怒火才平静了些 眼光落到徐长金身上 奶奶的要命了 和女人讲国事 真是他妈的对牛弹琴 抱住药膳 又喝了两口 徐长金软软的 瘫倒在地上 喃喃自言自语道 难道我高丽 真的无救了吗 林大人 你博学多彩 求你帮我们想个办法吧 他这一摊作之下 修长的大腿浑圆饱满 纤细的小腿 匀称结实 格外的诱人 还让不让人活了 林大人哀叹一声 算了 做君子太辛苦 老子还是放心大胆地看吧 少不了他一块肉 他心思放宽 一时看得入了迷 就连他的问话也没听清楚 林大人 林大人 徐长金心中狂跳 见他目光在自己身上寻礼 脸上火热滚滚 羞得恨不得找个地方钻下去 尤其是他既不答应帮忙 义正词严地教训了自己一通 却又大言不惭地欣赏自己的美色 天下无耻 他认了第二 就没人敢认第一了 啊 这是什么事 林婉容急忙擦了一下嘴角的口水 面色正经道 徐长金哀叹一声 大人 若您能想出其他办法拯救高丽 长金一样是您的 这丫头寄予我的美色 到了如此痴迷的地步 林大人一正词言道 徐小姐 我是个有原则的人 任何人想霸占我 那都是痴心妄想 你高丽面对如此局面 若一味将心思寄托在外人身上 那绝不可取 还得从自身挖掘潜力 抵抗东营才是啊 那我高丽 岂不是为大华做了嫁衣 耗尽举国之力反抗东营 却始终逃脱不了亡国之举 到头来 便宜让大华站起 徐长金这高丽 最富盛名的骑女子 终于露出她柔弱无衣的一面 低下头去悬然欲气 说到占便宜时 头像鸵鸟一般埋到胸前 也不知是在感慨高丽 还是在感慨自己 长金妹 不要光想着自己 若照你这说法 那我是否也可以说 我大华也为高丽做了嫁衣啊 若非我大华拼死抵抗突厥人 高丽那弹丸之地 早已沦为突厥人的铁骑之下了 便宜都让你满高丽站进了 林宛容不紧不慢地说道 貌似歪理 却叫徐长金无法反驳 他呆呆愣在地上 泪珠如雨点般落下 一言不发 高丽的男人都到哪儿去了 叫一个弱女子承担如此的重责 说到底 林宛容对长金妹绝无恶感 反而对他充满了深深的同情 罢了罢了 谁让我是你宛容哥呢 我不帮你谁帮你啊 林大人沉思良久 终于开口道 徐长金听得一喜 抬起头呆呆望着他道 大人 大人 你说真的 你是真的要帮我 唉 我这个人 一向最心软的嘛 你又是我的长金妹 还真的很头疼啊 林宛容无奈地拍拍额头 脸上满是昆顿之色 徐长金顾巴的身着血衣 从地上一跃而起 扑到他身上抓住 他胳膊心喜到 是真的吗 你真的要帮我了 大人 你真好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